独居女人正在熟睡 旁边躺了一个陌生男人 她却没有丝毫察觉 而这个男人已经抱着她睡了大半年 每到凌晨四点 男人便会准时起身离开 第二天早上醒来 秀牙感到头痛欲裂 她发现牛奶莫名变少 马桶盖也不知被谁掀开 这让秀牙很没有安全感 她在门口摆放了很多男士用品 制造自己不是独居的假象 然后出门上班 却发现自己的密码锁盖被打开了 上面还残存着指纹 她赶紧将指纹擦掉 并且更换了密码 然而当她下班回家 却发现密码锁盖再次被打开 这不禁让她感到一丝害怕 晚上秀牙正准备熄灯睡觉 隐约听到门口按密码的声音 她一下子警觉起来 慢慢起身前去查看 突然门把手开始疯狂转动起来 秀牙被吓得捂住了锁 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没过多久 门口没了动静 秀牙鼓起勇气 透过猫眼往外看 门外楼到空无一人 于是她打开门 发现地上有一颗烟头 随后她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赶到 却表示线索不足 无从查起 没有办法 秀牙只好继续睡觉 可当她躺下睡着时 陌生男人从浴室中走出 轻轻抚摸秀牙的头发 再次搂着她入睡 第二天 秀牙被闹钟惊醒 又是一阵腰酸背痛 白天去上班也是无精打采 还遇到一个奇葩的客户 声称自己是秀牙的邻居 想要约她一起喝咖啡 秀牙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所有人的目光 可维索男依旧死缠烂打 不肯离去 好在科长及时出现 替秀牙解围 叫保安保维索男打不出去 但是 维索男依旧贼心不死 晚上 秀牙下班后 在路边等公交车 维索男从身后出现 强行拉着秀牙去压马路 秀牙宁死不从 这时 科长再次及时出现 大声呵斥 维索男赶紧滚蛋 否则就要报警了 为了保证秀牙的安全 科长决定开车送她回家 安全到家后 秀牙却发现家里莫名停电了 这时 突然响起敲门声 她被吓得身体一颤 大气胆子走向门边 透过猫眼发现是科长 原来是自己的钱包落在车上 所以科长特意送来 发现秀牙家没电 科长还热心地帮她修好电路 随后 秀牙留科长喝杯咖啡 科长欣然同意 当看到科长去厕所洗手时 秀牙突然想到什么 惊恐地问科长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号的 科长愣住了 神情也变得不自然 秀牙慌了 匆忙跑下楼 打电话叫来警察 她怀疑科长就是想闯进自己家的陌生男人 来到门前 秀牙却不敢开门 她告诉警察密码 让警察开门 可是 当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科长已经惨遭毒手 女人报警遭遇入室抢劫 可当警察赶到 却发现一个男人被勒死在女人家中 警察认为他是贼喊捉贼 于是将他带到警局训问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科长体内有麻醉剂成分 秀牙家中有第三方打斗的痕迹 也就是说秀牙家中除了科长外 还有第三人 警方怀疑是秀牙给科长注射麻醉剂 然后叫来朋友将科长勒死 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秀牙最后被无罪释放 但她对此人心有余悸 家中还有第三人闯入 会是谁呢 她找到楼下保安调取监控 保安却告知楼道监控都是摆设 只有电梯监控 为了确保安全 她叫保安帮她检查房子 可保安一番搜寻 并没有发现异常 然而秀牙打扫房子时 意外发现一张门禁卡 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说明就是本栋楼住户的 于是她挨家安护开始时 九楼八楼 当是到七楼701房间时 门竟然真的打开了 秀牙走进去一看 房间里空无一人 里面满是灰尘 看来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房间主人是个女孩 名叫陈慧 秀牙还在桌上发现了一叠账单 她赶紧找到闺蜜 查到了女孩的电话号码 都会在便利店消费3200元 于是秀牙和闺蜜 来到便利店守住戴图 果然有了发现 有人消费了3200元 时间也正好11点 二人一路尾随 前方却是岔路口 于是二人决定分头行动 秀牙一番寻找 却没有发现那个人的踪影 这时 她突然发现一间可疑的房子 走进一看 发现门上装了一个 和自己家一样的密码所 她尝试了几个简单的密码 却都不正确 正要离开 又突然想起什么 转身回来 她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 房间里的场景让她震惊 只见一个女人被牢牢绑在床上 手上打着点滴 双腿都已被锯掉 这正是701房间的主人陈慧 秀牙下意识拨打报警电话 可电话刚接通 门外传来动静 凶手回来了 慌忙之中 她躲到床底 发现凶手正拿着锯子 要把陈慧的手也锯掉 秀牙害怕急了 趁机偷偷溜到门口 准备逃跑 跑巧不巧 正要开门 她的手机突然响起 凶手发现了她 秀牙撒腿就跑 可这里街道错综复杂 她跑了半天 凶手却出现在眼前 她拼命呼喊 却没有任何回应 情急之下 她躲进了一个角落 可没想到 还是被凶手发现 秀牙绝望了 这时 闺蜜及时赶到 背着推车将男人撞倒在地 二人扭打在一起 可实力悬术太大 闺蜜被一拳打倒在地 就在危机之时 有警察出现 闺蜜大声呼喊 凶手健壮只能逃跑 二人这才躲过一劫 秀牙向警察交代 只看到凶手戴了一只老实手表 不疑会 警方在楼顶垃圾桶 发现了成会的尸体 手上加了一张名片 警方顺着线索 抓到了嫌疑员维索男 他的手上正好戴了一只老实手表 警察还调出他之前 跟踪秀牙的监控 维索男却适口否认 自己是杀人巨师的凶手 可警察根本没跟他提起过作案细节 警官质问 你怎么知道是杀人巨师 猥琐男解释自己是木匠 只有用巨子才会有这样的伤口 这样的理由太过牵强 当前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猥琐男就是凶手 警官向秀牙说明情况 只要在现场找出猥琐男的指 核对DNA 就能将他抓捕归案 现在只能暂时将他释放 独居女人正在熟睡 一个陌生男人从床底爬出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迷药 捂住女人的口鼻 女人就这样失去意识 随后男人便肆无忌惮地走进浴室 用女人的牙刷刷牙 然后小心翼翼放回原位 洗完澡后 还仔细擦干地上的水子 完事之后 便爬上床掀开被子 搂着女人入睡 秀牙渐渐发现了异常 于是搬了新家 还在屋里装了三道锁 她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然而 入住新家的第一天 她就收到一个匿名快递 是一部手机 打开手机 里面全是秀牙睡觉时的照片 很显然这就是凶手寄来的 秀牙慌了 这时 闺蜜打来视频电话 可当秀牙接通 对面却是一个陌生男人 只见陌生男人躲进了闺蜜家的厕所 不久之后 闺蜜下班回家 却没有察觉到房间里的异样 秀牙大声呼喊闺蜜 对面却是静音 秀牙赶紧奔向闺蜜的住处 拼命敲门 屋内却没有动静 此时陌生男人正要聚闺蜜的头 情急之下 秀牙操起地上的灭火器 就朝门锁砸去 这时 韦索男曾身后出现 一拳将秀牙打倒在地 秀牙质问韦索男为什么要这样做 结果被韦索男一只手掐住脖子 按在墙上 这时警察及时赶到 将韦索男制服 闺蜜的双腿也保住 警官表示 只要DNA比对成功 就能把韦索男抓进监狱 秀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为了保证秀牙的安全 警官还贴心地送的她一个监控 回到家 她将监控摆在书架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屋内的一切 效果很好 秀牙以为自己终于能过上正常生活 然而 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这天 她到楼下的便利店买东西 一个男人向她打招呼 原来是之前公寓楼下的保安 之前还经常帮她 保安对她嘘寒问暖 这让秀牙很不适应 转身就要离开 可结账时 发现保安买了3200元的东西 还戴着一只老式手表 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发疯式地跑回家 将门上的三道锁一锁好 这时 警官打来电话 要她好好待在家里 第一类比对结果出来了 凶手不是韦索男 韦索男在家中被杀了 惊魂未定的秀牙坐在床上 凶手不是韦索男 会是谁呢 她拿出手机查看监控 发现一个陌生男人闯进了她家 定睛一看 就是之前那个保安 而此时保安就藏在床底 看到这一幕 秀牙心跳加速 双腿止不住地发抖 突然 一只手从床底伸出 抓住秀牙的脚踝 秀牙撒腿就跑 可为是已晚 当她再次苏醒 保安正搂着她 她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却被打了麻药 浑身无力 手上正打着掉瓶 秀牙质问保安 为什么这样做 保安表示因为喜欢你 说着还温柔地抚摸秀牙的头 秀牙趁机狠狠咬住保安的脸 拿起麻醉挣扎穿了她的手 亮亮呛呛爬出屋子 可由于麻醉药效还没过 最终还是被保安抓住 保安拎着她狠狠地往地上撞 随后拿起斧头 就要砍掉她的手脚 秀牙拼死挣扎 两人扭打在一起 这时旁边的柜子被撞倒 将二人压在底下 保安依旧不肯放过秀牙 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在绝境中 秀牙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一把推开保安 保安后脑勺撞在钉子上 当场领了盒饭 电影的最后 秀牙被判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回归平静的生活 电影门锁 提示独居的各位朋友 回家之后一定要看看床底